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与合作金库银行吸手合作 正式发行了花蓮二信悠游联名泰金卡 理事主席许正平表示 由于信用合作社没有独立发卡的能力 因此特别选择和老字号的合作金库一起来发行 而图像设计更将台湾给翻转 期待可以让花蓮成为经济重镇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与合作金库银行吸手合作 正式发行花蓮二信悠游联名泰金卡 理事主席许正平表示 由于信用合作社没有独立发卡能力 因此选择与二信同样都有百年历史的合作金库 来作为联名卡的发卡银行 要发行一个信用卡 它有基本的业务规模 现在来讲的话 大概一般信用合作社 这些小型都没有办法 有自己的能力来发行信用卡的业务 刚刚我有报告 所以我们选择最优势最有配合 合作非常良好的合作金库 来合作提供联名卡 因为合作跟我们花蓮的新合作社 它是我们是它的辅导机构 一向来都是非常良好的关系在 那么这次合作的联名卡 它不但提供刚刚刚讲的这些一些 就是一位以后 它现在也突破一些 我们平常信用卡都是用点数 它直接就用现金的来回馈 而且是国内是0.5 国外是1.5 而且没有上限的回馈 那我想把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信用卡提供给我 花蓮二姓我们的乡亲 现在也不止只有在花蓮 我们在台中也高雄台东 罗东都有提供一个非常便捷 非常好的这个信用卡 合作金库董事长雷仲达特别 把第一张联名卡发给许正平 象征着合作起飞 提到就是有一些县级的回馈 然后有一些我们的特点很多 包括500家以上的一个餐厅 我们在那边都可以享受折扣 那另外当然提到一般有的 像这个市区停车啦 机场的那个贵宾室的使用啦 还有那个高铁的那个升等 到那个商务商种种的优惠都有 对那将来我们会 随着这个将来的卡量越多 刷卡的金额越高 我们会再加码这些优惠 花蓮二姓悠游联名太金卡 提供了许多新卡优惠措施 而初期发卡目标是6000张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